在这个年头物质生活爆棚 就算结婚了 那一子婚贫也代表不了什么 保证不了什么 每当姐妹们谈及 当今社会的婚姻状态 谁谁谁又离婚了 谁谁谁又出轨了 张婷都有些不以为然 张婷在家里像公主一样 老公是一个非常体贴入微的人 家务活基本上都是老公做的 就连每个月的生理期 老公都会准备好红糖水 作为的姐妹都羡慕张婷 提醒张婷不要太拼命工作 也要照顾一点家 把老公牢牢地绑住 张婷都笑着说 就算全世界的男人都有外遇 我家的老公是绝对不会有的 可是往往认为不会出轨的男人 却偏偏地出了鬼 在老公生日的那天 张婷早早地下了班 特意地去买了蛋糕 想给老公一个惊喜 可是刚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 老远地就发现了老公的身影 张婷跟在老公后面 想给老公一个突然的惊喜 没想到惊喜变成惊吓 她却发现老公并不是往家里的方向走去 而是拐了一个弯 进了另外一个小区 张婷悄悄地跟了上去 隔着房门 张婷清晰地听到了屋里 传出来一个陌生女子的声音 张婷正想冲进去质问老公 可是她害怕那个场景 让她承受不住强忍着眼泪回了家 那个女孩也是一位单亲妈妈 独自带着女儿很不容易 她们是在孩子上辅导班的时候认识的 老公哭着对张婷说对不起 只有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才发现原来我也是一个男人 我的内心也渴望被照顾 被疼爱 这些在你身上我都找不到 我也不想伤害你 但是我真的爱她 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感情 当年的脑子一片空白 她不相信 那么是爱着自己的老公 现在嘴里面口口声声 说着爱别人 这到底是谁的错呢 这样的例子 在当今社会多的让人难以自信 到底什么才是真爱 难道男女双方 不是因为爱才牵手的吗 难道结婚以后 多年的相如一末 不能证明那是真爱吗 难道只有年轻的面孔 新鲜的身体 一时的荷尔蒙冲动 就是所谓的真爱吗 太多太多的人 把一时的荷尔蒙冲动 当作是真爱 他们认为那一子婚约 对他们来说是束缚 是阻碍他们 是他们追求真爱道路上的 绊脚石是枷锁 于是他们抛弃了责任和道德 听命的挣扎 想争处婚姻的束缚 去追逐所谓的真爱 以至于跑得越来越远 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再也找不到当初的那份单纯 朋友们不要以为你在飞黄腾达的时候 陪你在床上逢场作戏的女子 就是所谓的真爱 不要认为生理上的冲动 就是真爱 那只代表着肉欲 只有和你一起 经历过岁月的沉淀 愿意在你生病 在你事业低谷的时候 陪伴着你的人 才是所谓的真爱 只有默默地等你下班 无论你工作多晚 都为你准备一桌 热灯灯的饭菜的人 才是你的真爱 在你的人生低谷期 不离不弃 支撑着整个家庭的人 才是真爱 虽然她没有年轻时候的美丽 岁月在她脸上 留下了痕迹